大家好,我是Stan 1月1號,由SM旗下超強實力的人氣女愛的我們組成的限定女團 Gatterbeat公開了出道舞台 因為各個成員們紮實的實力以及完美的默契 出道舞台可以說是幾乎完美 但是出道曲Stepback的歌詞卻引起了網友們的爭議 可以說是反轉爭議 首先,韓國網友們在看到Gatterbeat成員們以及預告風格之後 都是期待 不,應該說是確信 Gatterbeat一定是 我最帥 我最強 自尊感很高的女性這種Girl Crush風格 但是看到主打歌的歌詞後 大家的表情都變成這樣了 對於這首歌的歌詞,雖然也是有網友們表示 歌詞有那麼爛嗎?說實話真的不知道 雖然有點肉麻,但又不是性差別的內容 真的是有點搞不懂 但是大部分的網友們表示 這個歌詞真的太爛了,浪費了成員們的才能 用SM最棒的女藝人們 寫的卻是為了一個男人吵架,攻擊女人的歌 用這些成員居然給了魷魚守護者的歌詞 先給大家解釋一下魷魚守護者 在韓國魷魚指的是長得很醜,看起來很醜的人 你跟Channel站在一起,簡直就跟欧金恩一樣 而魷魚守護者就是指你的對象其實對別人來說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甚至別人還會覺得很醜 但是你卻認為大家都對你的對象有興趣 所以時時刻刻都保持敵意的同時 還想要故意炫耀自己的男女友 這項是,大家根本就不在意 到底是誰寫的,這歌詞怎麼能通過呢? 因為一開始有網友們擅自猜測,這歌詞是Liongen寫的 而因為Liongen之前有過女弦爭議,貶低女愛都爭議 所以Liongen就被非常多的網友們攻擊了 但是昨天公開音樂後發現 原來作詞人不是Liongen,而是Yu Youngcin 一整天攻擊Liongen的網友們都被打臉了 唉,Yu Youngcin在22年前寫的Bwa de Gerson他歌詞 這麼好,現在怎麼... 然後我看都有留言說 歌詞內容是不是在韓國引起了女權爭議什麼的 完全沒有 爭議只有歌詞很爛跟不上時代而已 但這也因為可能是成員們的實力實在太好沒話說 所以在韓國論壇已經變得不是什麼大爭議了 但是還是覺得有點遺憾 所以Step Back的歌詞爭議,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被一集當成Gonde的TWICE切樣 首先Gonde就是一老賣老的意思 然後在韓國Gonde這種人常常會說 Lattin Maria,想當年我們怎麼怎麼 我們那個時候怎麼怎麼 在我出道的時候 Wonderers姐姐們發表YSO Lonely之後就解散了 MISSY姐姐們也不在 所以在我很累的時候 這位沒有可以請教的前輩 現在想一想 其實我覺得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現在我有後輩們了 一集妹妹們 後輩很難先對前輩請教什麼 所以我就更想為他們做點什麼 有一次我見了旅盡 在姐姐面前她能放鬆嗎? 應該不能放鬆吧 想為她吃點東西 吃著飯你們聊什麼了? 就最近是不是很累? 那她怎麼回答? 是有點累 怎麼辦? Latte 在姐姐嘴裡說出了Latte 不行 不是 但是那個 說出來了怎麼辦? 是像Gondade的嗎? 可能已經把姐姐的電話號碼 聯絡人儲存成JYP2了 如果是2PM或者是MISSY前輩們 對姐姐這樣說的話 姐姐會怎麼樣呢? 會喘不過氣 在這裡道歉吧 姐姐對不起你 讓你喘不過氣 旅盡現在應該會 姐姐 沒那回事的 然後前幾天在練習室見到了Yuna 所以我就撫摸她的背對她說了 最近是不是很累? 你現在還是未成年人 馬上就20歲了 明年變成成年人的話 不聽都能知道下一句是什麼了 在JYP的練習室 可能會有姐姐警報器 切羊來了快按 哇切羊怎麼這麼會說話 也很好笑呢? 這真的是前後輩兩難的部分 有切羊這樣的前輩照顧的話 真的會得到安慰 但是最近太亂用Gondade這個詞了 真的是這樣 以前只是那種真的很煩人 開口閉口以為自己說的都對 自己什麼都經驗過的人才叫Gondade 但是現在只要長輩說點什麼 就會被說成是Gondade 唉 所以在大家的標準上 什麼樣的人才叫做Gondade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Muji? 是 我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Muji C